通过先知的心,认识天赋的良善 朋友平安,让我们陪你读圣经 一天一章生命发光 今天来读明家书第七章 这一章是明家书的最后一章 先知感慨地描绘出以色列当前的光景 虽然以色列已经败坏,没有多少人愿意倚靠天赋了 但是先知最后仍然带来了充满盼望的信息说 就算天赋的子民坐在黑暗里 但我们依然有天赋做我们的光 一起来读明家书第七章 米家书第七章 哀哉,我好像夏天的果子已被收尽 又像摘了葡萄所剩下的 没有一挂可吃的 我心羡慕出手的无花果 地上前成人灭尽 世间没有正直人 个人埋伏,要杀人流血 都用网罗列取弟兄 他们双手作恶 君王寻情面 审判官要贿赂 位分大的吐出恶意 都彼此结怜行恶 他们最好的不过是吉利 最正直的不过是金吉利八 你们守望者说 降法的日子已经来到 他们必扰乱不安 不要依赖灵舍 不要信靠密友 要守住你的口 不要像你怀中的七题说 因为儿子藐视父亲 女儿抗拒母亲 媳妇抗拒婆婆 人的仇敌 就是自己家里的人 至于我 我要仰望耶和华 要等候那救我的神 我的神必应允我 我的仇敌呀 不要向我夸耀 我虽跌倒 却要起来 我虽坐在黑暗里 耶和华却做我的光 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 因我得罪了他 只等他为我变区 为我伸冤 他必领我到光明中 我必得见他的公义 那时我的仇敌 就是曾对我说 耶和华你神在哪里的 他一看见这事 就被羞愧遮盖 我必亲眼见他遭报 他必被践踏 如同街上的泥土 以色列啊 日子必到 你的强缘必重修 到那日 你的境界必开展 到那日 人必从亚树 从埃及的城邑 从埃及到大河 从这海到那海 从这山到那山 都归到你这里 然而 这地因居民的缘故 又因他们行事的结果 必然荒凉 求耶和华在 加密山的树林中 用你的帐 募放你独居的民 就是你产业的羊群 求你容他们 在巴山和基列得食物 像古时一样 耶和华说 我要把骑士 显给他们看 好像出埃及地的时候一样 列国看见这事 就必为自己的势力惭愧 他们必用手无口 言耳不听 他们必舔土如蛇 又如土中复形的物 战战兢兢地 出他们的迎债 他们必占据投降耶和华 也必因我们的神而惧怕 神啊 有何神向你 赦免罪孽 饶恕你产业之余 民的罪过 不永远怀怒 喜爱施恩 必再怜悯我们 将我们的罪孽 踏在脚下 又将我们的一切罪 投于深海 你必按古时启示 应许我们列祖的话 向雅各发诚实 向亚伯拉罕 是慈爱 感谢神 没有谁可以像我们的神一样好 祂宽恕我们的过犯 不永远怀怒 更喜爱赐给我们 丰丰富富的恩典 亲爱的朋友 今天想邀请你 一起来想想看 你家先知所认识的神 和你心目中的认知 有一样吗 制服你的生命 也能常常经历 他的恩典和慈爱 并且继续从各个书卷当中 更完整认识神的爱哦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透过弥加书 让我更认识你的爱 也感谢你对我总是 有恩典 有怜悯 有丰盛的慈爱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阿们 恭喜你读完了弥加书 明天开始我们要读的 也是大家平常 荣誉忽略的书卷 纳红书 关于泥泥围城的后续发展 就记载在这卷书里面 千万别错过咯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